小林出差一个月回来了 想回家呢给自己的老爸呀一个惊喜 谁能想到啊老爸的家里面呢 坐着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和一个男子 反而自己的老爸呢却在厨房一个人忙着做饭 而且小林呢还发现啊每个月给老爸转的三千块钱 老爸呢转手就都给了那个小林不认识的那个陌生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林家里的这个陌生女子和这个男子是谁呢 老爸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钱呀都转给了那个陌生男子呢 接下来呢我就和大家呢把这件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呢 都分析的清楚一点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娜尔 小林的妈妈呢在两年前呀就因为一场车祸呢不幸去世了 后来呢小林的爸爸呀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小林呢在外面呢经常出差 但是只要一有时间啊就回家呢陪自己的老爸 而且呢对自己的老爸呀都非常的好 而且很孝顺他 每个月呢还会给老爸呢转三千块钱当生活费 但是小林出差回来呢看见了这一幕啊让小林呢彻底闷住了 这事啊放谁身上谁不生气呢 所以小林呢就和老爸说啊 我给您转钱是让您啊当生活费养活自己的 现在你把这个钱呢都转给了那个人 你自己花啥呀 而且现在我的钱都到了那个人手里 那我算什么呢 我有什么义务说给他钱吗 但是老爸却说啊 他们俩以后呢就是你的家人了 那个阿姨以后就是你的后妈了 还有那个小伙子啊就是你的弟弟 你给他花钱呢不是正常的吗 小林呢出生在农村啊是家里面的唯一一个孩子 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啊考上了中年大学 上学那会儿呢就和家里人说呀 自己呢现在啊真的是越来越向往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了 以后毕业了就打算说留在城里 但是父母呢却觉得女孩子呀 还是离家里比较近一点比较好啊 但是当时小林呢才刚刚上大学 父母呢也没有多在意这件事情啊 后来呢小林就是上大三的时候呢 自己的老妈呢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 老爸呢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村里住啊 但是难免会有点就是觉得孤闷吧 就想让女儿呢毕业之后呀 到这个村里面呢找个工作 但是小林好歹说也是上了大学的 而且呢她很喜欢城市的这个生活 所以呢肯定是打算就是在城里面发展的 小林呢就想着啊 实在不行的话自己就在城里面呢租个房子 把老爸也接过来 这样呢老爸呢就不会觉得说孤单了 可是呢老爸呀却不同意 因为毕竟老爸这一辈子呢就在村里面呢过日子 早就喜欢习惯了这个村里面这个生活方式啊 朋友呢也都在这儿要是搬到这个城里面住的话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的话 老爸一个人也都不认识 觉得呀肯定会过得就是很不自在 所以呢就不想到这个城里面生活 而且老爸觉得呀现在 村里呢早就不是说像往前就是以前那样了啊 各方面呢都很先进 小林呢完全可以说就是在村里面呢找个工作 但是小林才不愿意回村里面呢 于是啊他呢就不顾老爸的反对呢 坚持留在了大城市 因为这件事啊老爸呢还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 但是小林觉得呀在城里面呢能多赚点钱 虽然说刚毕业 但是最起码呀也比村里面赚的要多呀 那会呢小林一个月呀能赚到三千五 家里的加上这个房租之后呢 然后还能就是再剩个两千块钱 于是呢他就想着呀每个月呢 给老爸呢赚八百块钱 剩下的钱呀也就足够自己花了 可是老爸呢却不要那个钱啊 说自己现在呢每个月都能领这个退休金 还有这个村里面的补助 不在乎你拿八百块钱 在乎的呀是你能够在我身边呢赔我 小林一听啊就知道老爸是觉得自己呢 赚的这一点钱啊 还非要就是在外面呢打拼 所以呢就更加的努力工作了 想着呀能就是赶快的升职 找找工资 这样的话老爸呢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决定啊 是错误的了 后来啊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小林呢在那段时间之后呀就开始节节高升 工资呢也赚的是越来越多了 每个月呢也就能多给老爸点这个生活费了 两年之后呢小林的这个工资呀也就已经呢到了这个过万了吧 而且呢给老爸的这个生活费呢也就涨到了三千五百块钱 在小林刚刚毕业工作呢没工作多长时间的时候呀 小林的这个老爸呢就经常打电话 催小林呢赶紧回葱里 可是这近最近一段时间呢小林的老爸呀却没怎么说这种话了 小林就想着啊肯定是老爸就是现在啊已经认可自己了 后来呢小林就想着就是自己的老爸呢一直都戴着一个就是破旧的一个手表啊 于是呢就打算说给老爸买个贵点的 精挑细选选了一上午之后呀 小林呢买了一个五千块钱的手表啊寄了回去 但是这途中啊小林呢还是担心老爸呀会说他呢乱花钱 但是没想到啊老爸呢不仅没有说他 而且呢还鼓励他好好工作 所以说这后来呀小林呢就觉得自己的老爸呢 对自己的这个看法啊是完全的转变了 现在自己赚的呢也挺多的了 就想着呀再和老爸说说 让他呀搬到城里面呢和自己一起住 所以呢就趁着这次出差回来呢就想和老爸呀说说这件事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才刚进家门 眼前的这一幕啊让小林呢真的是愣住了啊 也就是刚才就是视频开头的时候说到的 一个陌生的阿姨和一个陌生男子 坐在自己家里面的事 小林看着自己的老爸就是在厨房里啊忙来忙去的 也是觉得惊了一下啊 因为之前老妈还在的时候呢老爸可是真的是食指不沾洋葱水啊 后来呢老妈走了以后呀老爸呢不得已才学了点就是简单的这个家常菜 现在看见老爸呀在厨房里面呢一个人忙活 觉得有种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受啊 因为老爸呢在厨房关着门就没有听到有人进来了 小林看到这两个陌生人啊就问了一句你们是谁呀 怎么在我家坐着呢 那个阿姨愣了几秒之后呀就和小林说呀 哦你是小林吧 我是你张阿姨呀 是你爸爸的女朋友 这个呢是我儿子 小林听到之后呀都惊呆了 但是由于刚见面啊就赶紧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 又问道啊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那个阿姨说呀半年前就认识了 你爸也是怎么也没和你说呢 饿了吧赶紧去洗洗手准备吃饭吧 小林一时啊都觉得感觉自己啊就像一个外人一样 把行李放下之后呢就去厨房呀找老爸了 老爸一看见自己的女儿回来了 也是愣了一会儿啊才反应过来 说道你怎么一声不响的就回来了呢 小林说我这是回来了 我要是不回来的话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而且这是我自己的家 我还不能回来了吗 老爸一听啊算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啊 于是呢就有点就是不好意思的说啊 这个张阿姨呢是自己的这个女朋友 性格呀可好了人也贤惠 这个时候呀小林就有点生气啊 于是呢就指着就是坐在沙方上 看电视的这个张阿姨啊就说 就您一个人在这忙来忙去 母子俩人在那坐着看电视 这也叫贤惠吗 而且您不是说不会做饭吗 怎么现在来了女主人了 学会伺候人家了吗 我妈在的时候怎么也没见你学学这个做饭呢 小林啊真的是越说越激动呀 嗓门呢就越来越大了 后来老爸呢怕这个张阿姨听到呀 就赶紧让小林呢别说了 小林呢就自己一个人郁闷的回了卧室 小林在回家之前呢还想着说 就是给老爸呢就是让自己啊 给买点就是好一点这个外套啊 小林呢就想着说 这老爸呢好不容易就是提这么一个要求啊 花了有小两千块钱吧 现在家里面这个情况呢 小林是不愿意把这个衣服拿出来的 吃饭的时候呢小林刚坐下 一抬头呢发现这个张阿姨呀 他儿子的这个手腕上呢 戴着的手表呀 和之前他给老爸买的呢一模一样 这一想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小林呢就更加的生气了啊 老爸呢这会儿呢只顾着是吃饭 也没有发现说自己的女儿生气了 还问了一句啊小林 问小林呢说 外套买了没有 刚说完这话呀 张阿姨的儿子呢就抬起头盯着小林 小林想起之前就是老爸说 让他买个就是年轻点的款式啊 很想着说老爸这是想往这个年轻里的打扮了吧 精挑细选选了好一会儿啊 现在看来呢 这外套啊是要给这个张阿姨的儿子的 小林呢直接就吃不下去饭了 转头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后来呢这张阿姨的 就是他和儿子呢走了以后呀 小林这才从这个卧室呢走出来 老爸就过来和这个小林说呀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呀 刚才让你帮我干干活 你也是坐在这不动 问你外套的事你也是不说话 小林呢就问老爸说呀 我给你买的手表 为什么会在张阿姨他儿子手腕上呢 而且你让我买的外套也是要给他儿子的吧 我看着他儿子的年龄啊 和我也差不了几岁 老大不小了还让我给他买外套穿 怎么 他没本事吗 凭什么管你要外套 老爸一听这个小林这话呀 就生气了啊 说到说你别胡说啊 我让你买的外套呢 是我想送给这个张阿姨的儿子的 跟他呀没有任何关系 人家呢就没有和我提过这事 小林呢才相信 小林呢他才不相信这个老爸这个话啊 就明显呢就是老爸在撒谎 老爸这个时候呢又说了 这以后我和你张阿姨结婚了 他儿子呢就是你弟弟了 你给他花这点钱不是一该的吗 这句话啊可把这个小林呢给气着了 说啊我可没这义务 你别强加在我身上 而且呢我也不同意你和他结婚 可是老爸却说呀 我想和谁结婚呢是我的事 你呢管不着 说完呀就把这个卧室的门呢给摔住了 小林呢也生气的走了 回到这个城里的这个家以后呢 小林呢怎么也是想不明白啊 为什么老爸要着急找老伴呢 现在离老妈去世呀还没有两年的时间呢 老爸呢就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而且自己呢怎么看那个张阿姨和他儿子啊 都觉得不送心 后来呢小林出去办事的时候呀 碰见了这个姑姑啊 两个人呢就聊起了这个张阿姨 姑姑说呀自从你爸呢和那个张阿姨在一起之后呀 你每个月给他的这个生活费呢 他都转给了人家的儿子了 所以啊这张阿姨的儿子呢才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也不出去找工作啊每天就是有手好闲的 而且呢你还把就是经常 嗯把你就给他寄的就是给你爸寄回来这个礼物呀 也给了这个张阿姨和他儿子 小林呢一听呀就更加生气了啊 自己每个月呢想着呀让老爸呢过得好点 给他赚点生活费 他可倒好全给了别人了 到了晚上呀就有 就又给这个老爸呢打了个电话 老爸呢还没等这个小林开口呀 就说你赶紧把这外套给买了 小林说呀 你现在把钱都给他了 还想让我给他买外套 你是怎么想的呀 人家给你灌了什么米红汤呀 你怎么就这么不清醒呢 老爸却说呀 我既然和人家出对象 那我不得表现出就是自己的这个诚意吗 小林一听啊就说 好你觉得人家好 那你就去和人家过去吧 我这每个月呀也不给你生活费了 你自己想办法吧 后来呢这个小林呀 就真的是没有给这个老爸 转这个生活费了啊 这每个月的经济来源呢断了 老爸呢也就没钱 再给这个张阿姨的儿子呀 这张阿姨知道后呢就找上门了 说当初啊 就是因为每个月呢 给我儿子三千五 我才答应和你在一起的 现在你不给了 咱俩就分手吧 老爸这才知道啊 原来自己呢被骗了 可是现在呀 后悔呢也没有用了 他想着呀给小林呢打个电话 但是之前呀 那么和小林说话 怎么还好意思说打电话呢 现在呢只能说自己一个人后悔了 事情呢分享到这里啊就结束了 不知道就是手机前的大家呢 对这件事情啊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呢在视频下方呀 留言告诉我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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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